香港蔡馬會 據說,香港蔡馬會本月初 已經終止一傳媒老闆黎智英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 和民主黨前主席何俊仁等14人的會籍 馬會雖然未有透露原因 但有傳媒報導指 做法是考慮到聲譽問題 有會員被裁定罪成 按慣例都會取消會籍 起於在想,如果馬會都會主動出擊 將那些不明預約會員踢出會 那為何社會上部分專業團體 反而對組織裏面的罪犯會員 彷彿好像無動於衷 黎智英本身沒有專業資格 可以先撇開不說 大資深大律師李柱銘 事務律師何俊仁 他們分別所屬的大律師公會 香港律師會 是否應該訪效有關的做法 或者至少都要釘牌才對 為何至今都未見有類似行動呢 如果犯法都不用處分 那到底要去到什麼程度 才會考慮釘牌 DQ他們的會籍呢 香港大律師公會 本身已經被質疑被高度政治化之嫌 甚至被指特別關照 某一些特定政治背景的人士 這些批評是否準確 起語都不便下定論 但某些事件擺在眼前 就難免會被公眾產生負面觀感 例如李柱銘 涉818維園非法集結案罪成 被判囚11個月 緩刑兩年 同案的反對派大律師吳靠儀 同樣罪成獲緩刑 兩名大狀都留在案底 那為何還未被釘牌呢 還有聲稱已經退出政壇的成熟莊 已經在佔中九人案被判罪成 但似乎也未有被釘牌 雖然有報導指大律師工會有對眾人展開調查 但工會方面從未公開證實過 至於另一主角何俊仁 因為參與前年8月18日 10月1日和10月20日非法集結案 幾單案總刑期足足有18個月 而他前日又因為去年六四非法集結案 再被判囚10個月 何俊仁有案件被判罪成 還已經身陷寧遇 身為律師知法犯法 證據確鑿不容抵賴 為何還不需要被釘牌呢 香港律師會是否應該考慮盡法行動 說起來 如果提到專業團體或機構疑似放生的事件 又怎可以不提社工註冊局呢 立法會前議員註冊社工邵家津 前年因為佔中九人案罪成 被判囚8個月 那為何邵家津犯法 坐完牢 註冊局都還會批准去續社工牌 註冊局的做法 絕對是做出最華的示範 法官機制如同虛切 社工們又怎會知道守法守規的重要性 如果是基於法例所限 不能夠做到處分的話 那請勞工及福利局盡法修例 解決這個制度流動 喜遇明白 凡事都有規有矩 專業團體處理會員記錄問題 可能會有自己一套處理機制 審核標準 但有需要顧及民意 就好像李柱銘和何俊仁一樣 既然早已聚成 法庭已經有了裁決 亦都不見他們兩人有提出上訴 這樣你應可以盡快處理 繼續拖拖拉拉 不論對團體的聲譽及公信力 甚至他的專業形象 亦都是百害而無一力 至於怎樣做才對 看看馬會就知道了 而且研究階組合 而且研究階組合 由於事工工分裁 ? 可